一般后挂式的HITCH的脚踏车架 一种就是用挂的把脚踏车挂上去 另外一种是平的把脚踏车放上去 挂上去跟放上去的都有 最大一款是最多可以挂五台脚踏车 那这一款是可以只能挂四台 等下再跟你讲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选这个 我选这个只能挂四台 一般来讲一般家里四个人挂四台脚踏车够了 再来就是脚踏车挂上去之后 这个脚踏车架最大的问题是行李箱怎么打开 行李箱怎么打开 你不可能把脚踏车一台一台搬下来 然后把它拆下来再打开 所以通常有两种方式 这种车架有两种方式打开 第一种就是直接把这个放倒 就这 像这样子 它会大概放倒60度吧 把整个车架放倒60度 然后行李箱就可以开了 但是这有个问题 我买过第一款放倒60度 没有驾脚踏车的时候很简单 但是当你驾了四台脚踏车 太重了 四十几公斤 四五十公斤 撑不住 所以我换了另外一台 这台是横开的 好 好 它整个架子是可以横开 移出去 OK 横开之后 你的行李箱就可以卡开了 然后横开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你停在路边人行道上 你可以把你的脚踏车停在路边人行道上 然后你站在人行道上把脚踏车卸下来 比较安全 OK 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后来我改买这一款 比较贵 但是我觉得比较容易使用的 OK 那 这种挂式的跟 我刚刚讲过 车架有这种挂式的 还有另外一种是 脚踏车放在上面的 它有那个板子放在这里 你可以放一台两台三台四台 那这种挂式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你夏天骑脚踏车 你冬天 还可以买另外一个这个架子 挂你的雪具 OK 你可以帮你的speed 你可以把你的speed挂上来 speed或snowball都可以挂上来 我大概做简单 这样子就好了 好 需要再打开一点 打开一点 然后把你的 可以给挂上去 然后锁起来 可以挂到六副 六个speed或是四片 四片snowball OK 所以夏天骑脚踏车 冬天滑雪 所以 我买这一组 主要是 带一个双用 但是 这用起来比较累的地方就是 你必须把脚踏车扛到 扛到脚踏车架上 那这一点是 比较累一点 那如果是放着 它有个板子在这里 你把脚踏车放在这上面 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 它就没有办法 再skit了 OK